梁國雄議員 如果我們在這段時間,有一批幼稚園倒閉的話, 即使到復課的時候,幼稚園未必能夠再繼續提供服務的話, 那個影響就會很大。 我們對於香港的小朋友來說, 如果任由幼稚園倒閉的話, 對他們來說,會帶來非常大的成長上面的影響。 我們在2月的時候,教協做過一個調查, 事隔半年,由2月到8月, 那個情況其實是惡化了。 大家看到,在2月的時候, 八成的學校預計因為退學而造成營運困難, 到現在,八成變成九成。 半年前,四成是有極大的困難, 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六成至七成。 而有倒閉危險的, 當時是兩成的, 現在已經增加到四成。 這個是各方面的數字, 都看到一個很清晰的增幅。 而且大家都看到, 這裏就是, 如果學校是動用儲備去營運的話, 大約一百間的學校, 表示只可以維持三個月。 而這裏其實有一半的學校, 暫時還未有具體的資料。 所以實際上這一百間, 可能還要成大, 一倍都未頂。 所以我們今天開記者招道會, 我們想提出五大建議。 這五大建議, 包括第一, 就是我們用一月份的學生人數, 來計算幼稚園單位的資助。 這一點, 就是剛才都講了原因。 因為一月的時候, 是疫情, 還未影響到幼稚園營運的時候, 還在一個正常的狀態。 我們用一個正常時期的人數, 來計算, 接下來的單位的資助。 這個就可以幫助到幼稚園能夠穩定。 第二個訴求, 就是幼稚園為他們提供一筆個的特別津貼。 各種 Simpson政策, 他們證明會 tips for the Middle East. 稱支持政壏長是整個質啥, 所以在某些地方提供一筆有指向當工作。 第三點, 就是幼稚園中心的情緒。 需要 drugs一萬一 Harlem, 讓駕賞你 Binbaa, 因此是建民意, 因此依靠給若仲chat。 singing 以外國到胜 clap, 教育局局長 他幫助中小學發放十萬元津貼 進行防疫 但為甚麼遺漏了幼兒園 為甚麼遺漏了幼兒服務 這是我們伯斯不得其解 我們希望這方面能做好 最後曾經學校行政支援很重要 相關指引應該發給幼兒園 我們也要求復課後三個月內 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對學校的監察 例如質素評核、帳目審查等等 等學校可以集中精神做好復課工作 然後再做其他的質素評核等等 我們現在會發動教課一人一信 志鹹給教育局和勞福局 希望他們回應我們的訴求 我們都已經去信政務司司長 要求在新一輪抗疫基金 為幼兒園、幼兒中心提供即時有效的支援 我們希望在復課的時候 以後我們所有的幼兒園、幼兒中心 仍然能夠好好地為香港的家長 為香港的下一代服務 謝謝葉建源 我們就交代的數據和訴求 好消息 請教育局和勞福 請教育局和勞福 Ingredients